哈喽我是大脸喵 这期视频呢分享一个绘制纹理的新方法 那比如我想给这个模型加入一个做旧的纹理质感 那通常呢会使用一张alpha贴图在模型上拖拽来制作纹理 但是这样制作的纹理效果呢是非常不绝匀的 就是看上去会很假 而且呢它的纹理强度也不好控制 整体的变化呢会很单一 还有就是非常容易破坏已经雕刻好的形状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绘制纹理 接着呢把笔刷菜单拖到右边来 在这里呢有个表面的选项 点击噪波就会弹出来一个菜单 那这个菜单呢其实跟工具下面的这个噪波呢 是一个意思 然后在左下角这里呢加载alpha的纹理贴图 先把基本糟波调成零 接着调整纹理的强度 然后调整纹理缩放的比例 可以通过调整曲线呢来控制纹理的形状 最后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效果 接着把笔刷切换成Zsub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笔刷来进行纹理的雕刻了 但是在雕刻侧面的时候呢 由于是从正面投射的缘故 侧面会有拉伸 那Zbrush 2023以上的版本呢 有个新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局部投影模式 开启这个选项 再雕刻侧面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了 用这种方式雕刻呢 可以通过笔刷的大小控制纹理的大小 比如我把笔刷调小以后呢 就可以雕刻更小的纹理细节 还可以通过调整笔刷的强度来控制雕刻的强度 用这种方法制作纹理的话呢 就不会破坏原有的形状了 很多地方呢都比较好控制 制作出来的效果也会比较真实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的你 我们下期见